blade of the 文化 大家好 非常謝謝陳耀昌教授能夠來當我們今天演講者 在座也很多的所長教授主任 很多來特別對這個主題也很有興趣 當然也是陳教授的長期在這個campus的重要性 那我很快的來介紹一下陳教授 那陳教授是台大醫學系畢業 然後在美國有幾年的fellow的經驗 然後之後回台灣就做一大堆的事情 就是他其實是目前還是非常的多工 multi functional,multi potent 他自己的介紹他自己寫一個醫師作家還有細胞治療協會 那就醫師那一塊本來就很大的一塊 他是血液科的專家 那他是最早把血液還有骨髓移植引進台灣的 第一個肢體骨髓移植 第一個液體骨髓移植都是陳教授在台大做的 然後他在台灣也幫助了骨髓的登陸的部分 那他在骨髓移植的領域不只是在台灣也在亞洲國際來做 包括越南也很多是他幫忙去建立的 所以至少醫師那一塊就很大的一塊 那再來是包括細胞,幹細胞的研究 他很早很早就是在國衛院有開創了一個 跟幹細胞相關的一個研究單位 然後那這幾十年,十年二十年來 幹細胞一路的發展到現在一些跟細胞治療的相關的領域 陳教授在國內以及國際上也都是做得很多 但是他特別還把作家寫上去 最近幾年他是最老的年紀最大的新人 也是獲獎無數花系列 那在對台灣的歷史 對這些族群以文學的形式把它寫出來 那這些事都跟今天的演講關係不太大 今天的演講還特別跨足到跟我們的DNA 我們的起源台灣的這一些部分 那陳教授會以一些跟疾病跟歷史的相關的角度來切入這個主題 那我們歡迎陳教授 謝謝陳所長介紹 那這個其實我會涉入這個所謂島嶼DNA是這樣子 是我2004年我回去台南掃墓 然後我發現我的鄰居也在這裡 那我阿正跟我說 咬唱咬唱 我們在台灣第一十五祖是一個荷蘭罵 我嚇了一跳 那是2004 然後後來那幾年我就一直在找 我印記很好 剛好那幾年這個荷蘭的文獻 荷蘭在製台的文獻很多 那所以就那時候做兩件事情 一個說能不能證明我是這個真的是有一個荷蘭罵 那第二個就是去了解那時候的歷史 那所以呢 其實我到現在沒有辦法證明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時候後來就開始寫小說 所以2009年開始寫那個荷蘭摩斯大聖之記 然後2014年我要退休 然後人家來問我說 周恩堅 周恩堅教授來問我說 要帶到那個班特 我一想 糟糕了這個怎麼那麼快就要退休了 那我們的先輩退休都會送一本這個論文集 那我在想說這個英文論文集 那個我們至少學一種 有個5月的survival 大概很短 大概沒有什麼5月的survival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寫中文的 我為什麼會寫中文 這個其實講起來 我一直覺得說這個是很妙的事情 我是因為我跑到法醫那邊去 然後林滴金的案件我就自己跟習信蘭講說 好 我去看一看 回來的時候海紀會就要我寫一篇報告 要我寫一篇報告 對 那我就把它寫一寫 然後後來財訊要來訪問我 我就說好 我就乾脆這篇報告給你們看 這樣就好了 他看完說 這個你文筆不錯 要不要來寫專欄 結果就這樣開始寫專欄 所以就 那時候因為在財訊寫了 他們隨便我寫 所以很感謝 那因為我剛好優勢做 鳳喵transplantation 所以就特別對HLA方面其實有興趣 所以就寫了這一個 寫了這一個publish以後 我最常遇到的反應是說 陳醫師 陳醫師 你本跟你媽的很一樣 我沒有沒有 我是要證明我沒有一樣 我只剩一分數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篇的書名叫做 我們留著不同的血液 那表示說我們跟你們不同 那我的結論是說我們都很混 都很雜 所以其實都一樣 這個是最大的不同 那第二個呢 其實我從來沒有寫說 你的子仙從哪裡來 我都寫說你會有什麼病 從你的子仙拿到 那因為呢 這個老實講我認為 這個他後來也做了一些這個 跟人家抽了血做一些檢查 我也看過一些 老實講我覺得那個在這裡說沒關係 有一點jump to the conclusion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弄了一些 所謂人類起源那一些 那簡單講 我後來我跟這些 簡單講說為什麼沒有辦法證明 我說你現在回溯到正成功來這邊 1662年 我的子仙是1661年來的 1661後1662到現在358年 358年前呢 我沒算16代就好了 301代嘛 那358年前你有幾個子仙 就是2的12出方或2的12出方-1 那所以呢就是2048後4096 你怎麼知道你弄的那一個 那個那個 Metalconia DNA或者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Y chromosome 是哪一個子仙的 那個 你必須要在一個非常homogeneous的society 才有可能去講這句話 說你的子仙怎麼樣 在台灣這種移民社會是不可能講的 那第二個呢 我剛剛講說我沒有辦法證明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證明 因為我假如有荷蘭子仙的話 是戶系那一邊的 對不起是母系那一邊的 不是戶系那一邊的 所以這個 我算一算 這個 因為那個又是荷蘭嘛 所以他要傳過來 要傳到我的女性子仙 我才能夠證明他那個Metalconia DNA 除非說我真的有HLVP27 可是我沒有 所以我沒有辦法證明 那所以呢 這個 這樣的一個領路 其實都是慢慢來的 那這個是我差不多 我是1993開始做那個Done Bank 這個差不多是199798的時候 那時候呢 這個 台灣有10萬個 這個Unrelated Donors 日本有6萬個 結果呢 台灣的Done的一個 找到Done的這個Search的一個Percentage 大概不到50% 日本大概75% 所以這個證明說 日本非常的Homogeneous 那台灣呢 有這個Heterogeneity 其實我們也知道這個Heterogeneity 我們常常講四大族群嘛 那做盛章意識的人也知道 這個不同族群常常會有一些 hypercute的一個rejection 那過去呢 這個我常常拿史名這一本書開玩笑 說過去的觀念都不對 這個台灣人400年史 台灣人的歷史不只400年嘛 那所以這一本書是去年 這個 這個 孫大川他們出版的 叫做《台灣文化一望年》 我又覺得一望年 是比較過分一世了 一望年要弄到 可以有證明一望年 可是一望年那個是 等一下我會聽 那個是台灣小黑人 那個不是現在我們的主線的這一種 所以呢 那台灣人呢 假如用這個順序來講 第一開始當然是原住民 那再來是張權 我不太喜歡講閩南 因為閩南這個字很曖昧 然後呢 廣東 那廣東其實是客家的意思 那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其實整個廣東東部都是客家的 那再來是大陸移民 這個大陸移民是指1949年 然後現在的東南亞這樣子 大概這幾個順序 那我先講稍微有點 就是我陳希有上次這個島嶼DNA講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這些 所謂這個 我越來越不喜歡用台灣漢人這個字 我越來越喜歡用台灣的這個白壤 以前他都叫壞人 他就是白壤 這樣來 因為這個1800年的漢人 的台灣漢人 跟2000年的台灣漢人 其實差很多 這個等於小會講 那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說 這個依照人類寫來講 漢人是分成北方漢人跟南方漢人 那北方漢人跟南方漢人呢 台灣呢是南方漢人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這個張權 或者是廣東這邊 那邊是以前是百葉 就是從這一個 那有一些可能是這一個 這個從薩薩米爾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是這一個 那這邊來的呢 然後呢 加上 這個 反正就是 戶系大概有這樣的一個 Heterogenesity 那母系呢 是原子民為止 不過當然也有一些 這個漢人 這個 當山媽 所以我也不喜歡那句說 有當山公 沒有當山媽那一句 其實那個 都是太俄文化 然後呢 這個最近有這個東南亞信仰 那所以呢 其實台灣你追溯上去的話 有三個文化起源 第一個是法夏 這個我常常說 你還是不能否認說 這個你有可能是皇帝的子孫 因為這個還是要尊重 那這法夏 法夏是從漢文化來 然後是百葉 那就是我講的這一些 這個剛好是現在 這個對中國來講 這個最作亂的地方 然後呢這個南島文化 南島文化是台灣特別有 那這裡呢 我們常常講說 意思是沒有國界的 那請教一下文化有沒有國界 文化有 文化其實就跟你的歷史是有關係的 所以文化是有國界的 那我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呢 就是說這個 其實林馬利醫師的那個講法 到外面會被人家講說是racist 那我們應該很避免這個 因為事實上我們要跟對岸怎麼 對不起講一點政治 其實是基於社會制度 民族政治跟這個 跟這個法制 而不是因為基於什麼血緣的不同 那我在那一本刀魚電影裡面 我自己認為我不指的是我沒有寫到客家 然後沒有寫到1949年以後呢 這個有一個深刻討論 然後都是用speculation 沒有一個gene study的evidence 然後呢對這個法夏跟漢 跟法夏跟百葉 沒有講得很親切 那人類的遷徙呢 我們就要說從東非啦 那東非呢 一開始其實第一波 是我這邊寫的這個C 這個C呢 他是從這個ADAM 從ABC 這個AB大概都是在非洲大陸 那C就跑出來 那跑出來以後呢 他是沿著海岸走 然後這邊呢 那時候有一個信他跟Safu大陸 所以他就跑到澳洲 現在這一個 這一隻移民呢 人口最多的就是在澳洲的原住民 他們呢這個門長 然後這個個子不太高 這樣子 這個是澳洲的原住民 所以紐西蘭就不一樣 紐西蘭是台灣去的 這個雖然是澳牛的原住民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呢 就是這裡經過台灣 經過台灣內 然後呢到日本 那這個就很有趣 這個最近不久有人在試驗說 從台灣放一條船到琉球 對 放一條船會不會到琉球 那他們是跑到Yunago島去 那這裡我大概可以這麼講 簡單講 台灣那個八仙洞那個 那個應該是這一波的文化 然後呢有一些小黑人 在什麼滿洲鄉 還有曬夏子的矮人記 那個大概是C 那一隻 然後呢很有趣的就是說 到這個日本的艾奴人 現在他們的chromosome 證明是這一波 可是呢他們長得並不矮 毛是很多沒有錯 那有些人認為說他是跟西伯利亞 那後來的第二隻有混血 所以呢是這樣子 那這個呢在雲查詩的話呢 大部分稱為艾美人 我在想那個艾美是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說是那個 那個Micronesia跟那些 不曉得解那個算 那還有一個呢是我們量島 量島人現在不是有1號跟2號嗎 量島人的1號是C 所以量島人的1號是這樣來的 跟這個中國大陸沒有關係的 那2號他們還在研究 那這一個呢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一波 這個是第二波 那第二波呢在這裡呢就是 其實是這樣子 就經過離海以後呢 他就沿著這個喜馬拉雅山的山路 這樣一直走 因為山太高了 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到這裡 這裡就開始分支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雅魯張布江的出口 所以就有一隻人就往這邊走 那一隻呢 往這邊走轉的就是到西漢 對不起 到西戰 然後這邊一直進來的呢 從現在中國的西北進去 這個就是漢人 那另外呢 停在這邊的呢 就是我們講的泰 就是泰國王 泰子那個沒有人 對不起 有人字旁那個泰 就是泰東亞那一些 然後呢 這裡這一隻 這一隻呢 這個我認為就是百葉 可是他沒有一直畫過去 因為百葉是一個已經消失的名字 要思考就很難 所以我把它簡單化成這樣 這裡 這個叫做 用乙系來講剛好是複合的 這個叫漢戰門乙系 這個叫泰東傳乙系 東其實呢 對不起 傳其實已經跟百葉 已經有點transition 到這個百葉 然後呢 有一些過來 到就是這個後來的這個馬來 這個就是乙系 戰漢 免乙系 現在呢 這個漢乙系 這整個都已經過來了 不過一開始其實不是這樣 一開始其實到這裡而已 在春秋戰狗以前到這裡而已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泰東亞 他用這個泰國泰 然後呢 這一隻是我自己畫上去的 我認為葉子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再另外呢 從這邊在這個泰東 或者是從這邊葉子這邊過來 就是有一個這一個Osternician 就是所謂 我們現在講的難道語字 那我剛剛講說一萬年太誇張 不過五千年有證據 就是這一個呢 就是說 從台灣呢 這個船 這個 這樣子過來 這個超過五千年前 這個 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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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 這個 呢 他 我 大哥 在這個南太平洋的分布圖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原住民是一個相當貿易興盛的名字 可是就是沿著海流 這個其實大家也常常看到 就是為什麼鄭河下西洋從來沒有到過台灣 因為那個黑潮的關係 其實也是黑潮的關係 讓這個台灣藝的上部從來不會到對岸 從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這邊放一條船那就往南流 另外不過稻米倒是從這樣子過來的沒有錯 稻米是從這個應該是百頁 這個等一下我會提到一個百頁的遺址 那這個第一波跟第二波的人類 他們從這個Moharach 這個形態學上面可以去分 我們剛剛講的量導人的第一位 就是這樣去分出來的 那現在我們常常幾個字 就是法夏 然後漢 漢其實是漢朝以後才有 所以我們一般開始是講法夏 那現在這個大部分是差不多1930年以後 這個找到的一些文化遺址 那很有趣的是皇帝 我們現在講的皇帝其實是在遼河一帶 那叫做宏山文化 我其實在小學的時候就覺得這個怎麼那麼奇怪 因為那時候寫有熊市 有熊市我記得非常清楚叫做在插哈爾 我想插哈爾 現在你跟這個PRC的人講插哈爾他們都不曉得 這個插哈爾在這一帶 就是現在宏山文化那一帶 然後我們念過的仰少文化 其實是炎帝 那我們現在常常講炎帆 炎帆 炎帆一開始是朋友後來變成 很可能這個沒有辦法去考 這些其實夏朝以前的都無法可考 那現在認為說他們可能原來是朋友 後來這個也是互相打戰這樣子 不過這個慈禹慈禹慈禹是最有趣的 這個我們我自己到貴州 他們都說我們都是慈禹的子孫 是苗子 那其實慈禹的發源地在這裡 這個叫兩齒文化 那其實是在這個太府的附近 那後來就跟這個皇帝 跟炎帝打輸了 打輸了以後他們就四次逃散 那像這個很早期這邊會叫做三廟 那後來才跑到貴州那邊去 那夏朝是龍上文化就是在山西的文明 那現在常常認為說夏朝沒有文字 那很可能就是一個大都 所以大概這麼講就是說這個是 那逃到這個苗子是首先落敗 所以講他們也在北方 所以現在逃到這個貴州雲南這邊 然後他們都置在山上 因為三廈都已經有當地的原住民 置去 所以那些人吃掉了 所以這就是我畫的 就是說過去的所謂中原 是這裡 那夏朝差不多比較接近山西一帶 那後來的商朝是從東邊來的 不過還沒有到東於的程度 是在比較河南 我們現在河南的商區 那裡大概是差不多 或者是這個河南的這個 挖出那個甲骨的那裡 那叫什麼洋 反正在他們那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 周朝是從比較西邊來的 所以這個大概是所謂的中原 那以中原為中心的話 他們都認為說 東邊的叫做東於 其實孔子也說他有一點東於的協同 因為他是在山東這一邊 然後這邊叫西融 那這邊叫北笛 這邊叫南瑪 楚國本來是南瑪嘛 後來漢化就變成楚國 那這時候百葉是在這裡 那這裡後來他們叫做台灣 後來知道台灣以後 這個分得很清楚 這邊叫做榮 這邊叫笛 那台灣是歡 那百葉的這個 現在百葉文化發現的這個在哪裡 在宜遙的附近 宜遙遙的附近這邊有一個和姆渡 那和姆渡已經發現米 米的這個 所以這時候就是說 百葉是一個十米的民族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九紅基因 九紅基因是我自己講的 就是Flush 這個Flush gene 就是對這個LDH2 intolerance 那個基因 那個基因其實就是大家認為是在這邊發生的 所以你假如有這個基因就證明說 你是百葉的後代 那百葉到春秋戰狗大概是他們的前盛時期 我們現在看春秋戰狗的地圖大概這樣 那這邊以前他們叫楚芒 西州的時候是楚芒 那不過百葉第一個出現在 這個歷史教科師我們大概就是葉王勾劍 所以五葉之爭其實漢人跟這個百葉的一個 一個民族的一個衝突 族群衝突 那後來雖然這個郭劍滅了武 可是後來他還是被此國吞掉了 所以從這個春秋戰狗的末期開始 這個百葉就開始慢慢被消失 那這個在這裡 這個歐葉 歐就是金融里中那個歐馬 還有浙江南部的葉國 那是在戰狗末期被消失 然後這個南葉最有趣 這個南葉指的是廣東 那我們這個到廣州的話 還有看到這個兆頭的墓 那因為兆頭是勤狗的大將 他就是在公元前220年 這個率領這個勤狗的軍隊 然後葉構南嶺 然後征服那邊的葉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廣東的簡體字的葉 跟這個葉南的葉 這兩個字都是百葉的葉的意思 那所以這個 劉邦起來的時候他就獨立了 那所以這個 那時候叫南葉王 一直到漢魯帝的時間的時期 那才真正被漢人消滅 那現在的越南 其實那時候勤狗也已經進入了 叫做嬌子 就是這樣來的 那明葉是最好玩的 明葉是漢人最晚進去的地方 他們一直要到漢魯帝的時候 才進入到湖州 那晉朝的時候才進入到泉州 唐朝才進入到漳州 所以我們講這個泉州有晉江 就是因為這樣子來的 那所以我們講的閩南其實 嚴格一點講是其實只是漳州跟泉州 因為這個地方的語言跟其他 在這個福建南部也都不一樣 所以明北的湖州 其實是一個漢朝的文化 那閩南的這個張田夏 是一個唐朝的文化 所以這個台灣的這個 台灣人沒什麼看得去 賀州 人家說賀州 這個稱呼就是 台灣話這個尾音掉上去的 就是看不起 你這個辱龍 我這個變辱的 那這個閩南就是我剛剛講的福建 你看這個是漢魯帝的時候 這個好像是延始二年 我現在問掉了 這裡這個福建還是空的 就是說他還沒有變成漢朝的領土 所以他原來其實秦朝的時候就已經滅掉了 可是漢初就復國 復國以後漢朝春年就把它當作一個藩石 可是到公元一一年的漢魯帝還是進入了 就進入湖州 然後這個我剛剛講的就是漢魯話 就進入明北 那福建這個名字是由湖州建州 這個都在明北 那後來這個漢魯帝將 下令將敏業南信 民衆全部塗江淮之間 就是說這個現在講的劉島不如遠 那這裡呢 這個我不是隨便寫的 在這裡 這裡 漢魯帝以冬夜夾都子 敏業漢是反戶 中圍或是犯圍有 下令將敏業民衆全部塗鑽 江淮之間安置 所以這個在湖州的這個 湖州有一個博物館 就在講這個敏業 福建省的歷史他也有寫到這一段 可惜我沒有照相 所以呢 我們現在講的南華漢人 南華漢人是什麼 南華漢人其實就是差不多 就是我剛剛講的儲國百業 還有八十 八十是秦朝 我們知道秦朝的時候 已經那邊已經有 有這個叫什麼駿 那個禮賓負責那個叫什麼駿 不要講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大概在漢朝的時候 就全部被進入了 所以才有這個八十 那個三國治那個十 那他們進入的時間 大概是差不多這樣 所以他們進去的這邊的人 都是北漢漢人 所以這個很有趣 你現在去這個地區 去看他們的這個X chromosome 其實都是北漢漢人的 chromosome 大部分是北漢漢人的 chromosome 那這邊就比較慢 所以 比如說我們就知道說 這邊大概就是八十後 這個 四個亮他們那邊以後的 那相反的 這個北漢漢人 是什麼時候上司的 他們漢人的一個存種性 所以最主要就是在公元316年 那個五胡亂法的時候 那五胡亂法的時候 這邊就說他 這邊是戶系 那這邊是母系 母系大部分還是漢跟法夏 那這邊就是說在 其實在村居戰口就有一些 我剛剛講的這個西隆北堤洞儀 那這個 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多多少少有了 那到五胡就是最多的 那這個是晉跟南北朝 然後後來一直有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七丹 這個國泰漢工公司 在差不多九百多年 這個我把它加過 加起來差不多有九百年 這個北漢是在草原民族的統治之下 那當然還有其他原來愚蠢的漢人 所以這個北漢漢人的戶系是相當混雜的 那這個是戶旦大學的經歷 跟後來這個李飛 這兩位都很有名 他在2009年發表了一篇 paper 他這個analyze 這個Han Chinese individuals Northern Hans vs. Sousen Hans 那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大概簡單講就是 我講結論就好了 這個是Northern Hans 這個是Sousen Hans 這個是非常的不同的一個 discreet的一個 這個是Northern Hans 那這個綠色的是Sousen Hans 對了 他有一個叫做intermediate 他把安徽僵屍 當作一個中間的 就是一個劣勢transition 還是怎麼樣 他叫做Sousen 這個好像叫做central Hans 就是這一個 所以表示說他這樣的一個transition 不過他們最近都開始用這個戶系在講 所以就是說 全中國都是五個 六還是五個 還是六個男人的一個offspring 然後他就講說這個是共演幾 對到共演幾千年是誰誰誰誰這樣子 這個是為了建構中華民族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發現這個不同系的漢人 他們的個性都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北方漢人 像唐朝 唐朝大家現在知道說他其實是漢化鮮卑人 像這個李世民他的太太叫什麼 叫獨孤皇后 不是獨孤 獨孤是那個水草 他叫做長孫 長孫吳季 他整個古叫做長孫吳季 所以我們看唐朝跟這個蜥蜴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敢做的 然後這個唐太宗 或者是這個唐太宗死掉以後 他們一個小子叫做武則天馬 就被太太起掉了 然後李世民本身也起他哥哥的幾個 哥哥跟弟弟的幾個太太 那我覺得習近平以管西人 我覺得他也充滿了這種 北方漢人的一個個性 過去那幾個江澤民 胡錦濤 那個就很像南方漢人 那北方漢人的朝代就是 比如說我用唐去代表 南方漢人的朝代是宋 所以宋就比較衰弱 可是文化就很興盛 因為他們有些儲國的這個 儲國南方漢人的一個黑暴 然後你可以看到現在 台灣剛剛拍那個什麼 一些年戲劇 武則天什麼時候 那個主題歌看起來都是很軟調的 那個就是南方漢人的調調 然後最近你看那個北方漢 那個對岸的這個什麼三國演藝 或者是什麼 那片頭片尾那種歌曲 都是很高亢的那種 那個胡錦歌曲 那個所以現在是北方漢人 很得勢 那台灣呢 台灣是就是台灣漢人 那阿扁 阿扁其實就是西來的那裡 那個關田 關田那邊門的西來的 對 然後蔡英文 蔡英文他有八分之一的排外協同 所以這個看到人的表現 這個就知道說 其實台西漢人實在是比較軟的 這個 我常常講台西漢人的特性就是什麼 就是小確性 小確性 所以這個比較一下 不過這個我們現在朝代講思語 這個已經跟古代不一樣了 古代是一個封閉的中國 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都靠這個global的一個特點在贏 所以我是一直講說 我們純粹從協式上來講 就是所謂考古協商的 南華漢人跟北華漢人 我說那台灣的漢人其實沒有辦法 fit這兩個的一個定義 因為台灣漢人有什麼 因為台灣漢人 因為從這個paternal的inheritage 其實有個Ostradition的一個DNA在 然後台灣漢人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從它的paternal inherited 有一個prominent的百葉的DNA在 這個都是不是純粹的南華漢人可以解釋的 然後反而是漢的DNA 在這個台灣其實是相當的diluted 我記得我算一算大概 差不多25-30%的那些人很多 那另外這個homosa female 我用homosa這個字 因為我掙扎了很久 因為我覺得homosa這個是代表的 是比較像16世紀17世紀 那時候台灣還在海洋文化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homosa 那台灣叫做台灣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被視為跟大陸 這個海前陸前地緣關係 比較重的一個字 所以我用這兩個字 是我們指的同一個地方 可是那個image其實不太一樣 那不管怎麼樣historically there are two peaks 這個intermarriage between homos and female 和immigrant 這個immigrant當然大部分都是males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講這個 等刷過台灣這個 不過我把它弄短一點 包括我為什麼寫1945呢 因為1645 1645在荷蘭時代很多年代 這個不好確定 1645其實是他們在荷蘭的文師上 開始招募對岸的移工 就是敏業的移工 那個張權的移工過來 就是說我們的祖先是在這裡做移工的 做外流的 那這個呢 所以我這樣訂 還有一個大家都在講說 2004年 2024年是熱蘭澤城建成100周年 400周年紀念 這個是錯的 熱蘭澤城要到1635年才建成 1634到35年才建成 不過他強調的是荷蘭時代 那這個抗漢湊詞怎麼用 那第一個就是這一邊 等刷過台灣 第二個 這個我常常講 這個就是腦末的第二個春天 就是那個 差不多1960年代到1970年代 很多這個我們現在講老話 去取原住民的女性 這個在文化上的影響其實很大 你現在看那個原住民委員會 那一邊的副主委 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這一種 一半這個 一半這個退伍軍人的後代那一種 那立法院也是 包括高金四美 那所以呢 這個在他們的認同上面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好 那所以呢 我現在講第一波 第一波有幾個特性 第一波就是這裡 就是從泉州是45% 漳州35% 然後這個客家這邊16% 那第一波呢 這個大部分是泉州跟漳州 那泉州跟漳州在歷史上有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 他過去是百業 然後是最晚被漢人 政府的百業的地方 那泉州要到近江 然後第二個特點是 他們都曾經是一個國際的大港口 泉州是在宋朝跟元朝的時候 那泉州那時候差不多1000年到1360年 這時候來的是什麼 來的是這個 是這個阿拉伯人 這個阿拉伯人跟 就所謂白衣大使跟黑衣大使那個時候 那泉州有20%的阿拉伯人跟波斯人 或者是猶太人 然後所以那時候那邊泉州很多 這個清真寺 還有這個回教徒的一個公墓 那他們呢 這個 大部分呢 第一代金商有錢以後 第二代大部分因為回不去了 所以就留下來 留下來當官 當官就要有一個 這個漢人的名字 所以姓阿拉丁就變成姓丁 那馬哈摩就變成姓馬 阿布朗就變成姓普 這個是真的 不能叫吳柯寧 那這個呢 這個情形後來發生了一件這個 泉州大屠殺 就是屠殺這一些 這個阿拉伯人的後代 為什麼呢 因為在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就是有什麼宋敏帝 然後陸西烏就背著他 那跑到這個漢州去弄門 那個普壽根 那最後一個漢州的那個 那個首將叫普壽根就是阿拉伯人 他就不開 不開以後呢 90年以後這個明太子 這個明太子 這個出來就對這些Muslims就開始暴復 這個是1368年 就看到我剛剛講的這個姓馬 姓普跟姓丁的就一直殺 所以他們就趕快改姓 要改姓成什麼 因為這裡最多姓的就是姓林 姓皇姓成 所以就改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有一個臨終正 有一個皇 皇什麼國 皇 皇王國 他們都是這個阿拉伯人的後代 皇王國的父親有告訴他說他是阿拉伯人 可是臨終正他們就沒有 那還有姓陳的也是 那臨終正是因為他發現說 奇怪為什麼他們家有一個很特色的習使 就是長輩死掉以後 白毛包包的三個來下葬 那後來他跑到這個泉州去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泉州很多阿拉伯人 阿拉伯裔 那臺灣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台西 就是台西 這個台西姓丁的 就是從這個泉州這邊來的 那泉州現在還有很多的清真寺 那泉州這個 這個阿拉伯的血緣 其實到現在差不多二十七八代 他們自己都知道 那張州呢 也是後來是變成大港 這個大港就是張居正 後來就開海峻以後 過來 因為受不了那個歐寇那麼多 歐寇其實就是因為沒有開海峻的結果 那所以這個時代是開海峻的時候 到1644年 因為1644年明朝就完了 就從這十七年 那那個時候 這個曾志龍跟曾成功夫子在那邊 就是最大的勢力 那在那個時候來到這裡 是Portuguese spanish japanes 跟Dutch 所以那時候的 in the marriage又不一樣 那李仙德那時候就寫了一個說 這個台灣的祖先都是福建來的 他們過來的時候就已經分了很多西方人的血 那唐朝 對不起 張州呢 我們現在張州人都拜什麼 都拜開張聖王 那開張聖王是陳元光 他是什麼時候的人 他是武哲仙時代的人 所以這個到張州都是唐朝的文化 跟語言 跟音樂 這個是非常的 現在這邊所謂這個 怎麼說閩南 就是文化就是我們講 這個念唐室三拜者怎麼樣 然後play這個難館都是這樣子來的 那所以這個在台灣 在1620年到1662年 那時候有差不多三萬到五萬左右的 福建里斯來這邊當外勞 那鄭成功的時候 有帶了差不多五萬年到十萬年左右 那現在有一個最大的謎詞 你只要看那個林邁利的事 他會說這個清朝 這個宿郎來的時候 把這些人全部帶回去 這個不可能的事 沒有帶那麼多人回去 他大概帶了幾個當官的 像什麼鄭林公 陳永華 那個幾個大頭的這個家屎回去而已 那其實台南現在你還可以找到說 你們家是誰的後代 你們家是誰的後代 這樣子 那是清朝 然後從1683 其實應該講差不多從17多少年 從前隆以後就開始大移民 這個時候就是所謂 鄭山貴台灣的時候 所以我把他用這個 用這個Exodus這樣去講 那所以那時候就有幾個 幾個宴語 那四三個月就開始大移民 然後當山貴台灣 成功的結局 然後一個母親 三個天公祖 就是說你來到這邊 能夠娶到一個貧哺的太太 那因為貧哺 貧哺女性 這個有土地 所以你就有人還有地 就非常的幸福這樣子 那閩蘭 這個很好玩 就是說這個每一個地方都拜不同的神 林道老拜清水祖 清水祖師就是安息 那假如拜保聖大帝就是同安 所以這個同安街 跟這個現在的保聖大帝廟 那張舟就拜開山聖王 媽祖這幾個是比較全國性的 媽祖賢天上帝廟跟官祖一樣 我這一間這個賢天上帝廟 這個我是在越南造的 越南的那個 那會叫什麼 旺安 我忘記了 這個聯合國一場 那三太子是那個正宗公帶過來的 因為他是這個他心理上的reflection 所以呢這個就是 潛州最特色的就是怎麼樣 第一個他們是唐柴文 第二個是國際港口 潛州人就是所有的漢田裡面 唯一不怕水 你看到後來去到什麼南洋什麼 也都是差不多這一代跟這個潮州 就是這個廣東那一代的 那客家的話就三三國安廟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呢我是認為說 百頁是從這樣子來 然後我畫虛線的 就是說可能這裡是台灣研製民的來源 可能有一部分是這個 這個泰瓜泰 一部分是百頁這樣子 那並不是完全是百頁 那當然不過米的文化是從這樣拿來的沒有錯 那後來呢 他們在2260BC到800AD 除了越南以外 那直接被漢人吞拼 所以這個 這個我沒有辦法畫出來 應該畫幾個黑線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是近代的移民 近代的移民 比如說我知道說這個 這個沙拉越跟沙巴這邊 其實很多這些這個閩南跟客家的移民 那這邊 西馬這邊就比較不一樣 西馬這個大概是1860年以後 那去那邊做勞工 因為有橡膠 有什麼那邊去做勞工的一個移民 那對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這個很有趣 只有來台灣的百頁後代 才跟原住民混合 才有南島隱系 因為到這邊的 因為原來的原住民都已經是回教徒 所以他們就沒有結婚 所以你現在看什麼李光耀 還有馬來西亞的一些 你曉得有一些這個喬生的朋友 他們四代都是華人 沒有去混到 很少混到這個 裡面的原住民的一個 一個血統 那這個人類血裡面 當然有一個體質人類血 這個是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我們最近 在愛丁堡大血發現的四個頭顱 是1874年牡丹蛇事件的時候 那些牡丹蛇人的頭顱 後來神差鬼死被印到這個愛丁堡大血 結果我們在150年後可以看得到 那生物人類血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體質人類血 那為什麼會到愛丁堡大血 因為愛丁堡他們去研究 這些原住民的體質連類血 那疾病連血我剛剛講過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去做 molecula 那我先從疾病講 因為疾病也可以就進入這個 進入基因 那這個是中國大陸NPC的分布 這是我1992年去中山大學開會的時候 我突然那時候突然有一個感覺說 這就是百業 其實台灣也是一樣 那後來這個陳建仁教授 他在2002年左右 他跟這個美國的NCI 那有去做了一個這個NPC的Risk Gene 那出來是這樣的一個HLA 那我不曉得林瑪麗醫師他 他可能也是去蒐集一些Sumbling 反正他後來也證明說這一個基因 不約而同發現說 是一個百業基因就是NPC的基因 那因為我要證明說台灣的跟這個越南 都有一個百業的一個共同血源 所以我比較台灣的HLA 的High Frequency Hyprotype 跟越南的HLA Frequency Hyprotype 越南我應該這麼講 在北方的越南 特別是紅河三角洲那邊 河內那邊 那個地方確實是這個比較像百業 那南方其實是馬來 所以你到那個 那個胡志明市那個地方 很多都是馬來 那他們把北方這個東西 這些人種叫做金人 怕啦北怕南怕那裡怕 就是說那時候過去的Capital的一個 那不過這一個是全國的 那我們的這個是台灣 越南的第一名在台灣是第五名 越南的第三名在台灣是第一名 那這樣就是說在前面的這個HLA裡面 是相當的這個混合 那我們再去找什麼日本韓國那些 我都完全不同 那甚至北方的這個漢人也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是泰國 就是我剛剛講說Tai Kratai 然後這個是越南 那越南的NPC是在他們的 1 2 3 4 5 6 第六名 那泰國就在十幾年以外 反正找不到南就找了 所以越南他們大概就說還是NPC的一個 那很有趣的就是台灣的原住民也有很多NPC 那特別是布隆子跟排灣子 就南部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樣 然後泰雅跟阿美 阿美沒有NPC這個我是比較不驚奇 因為他們現在認為阿美是出去以後再回來 剛剛那個 那為什麼泰雅比較少 這個我就不曉得 他們是 The land half of Taiwan hands 那這個是甚至比較高 不過這個就是證明說 他這個我們的原住民還是跟百葉有相當多的 這個關聯 因為泰國泰沒有NPC 要到百葉才有NPC 那泰國泰有的是什麼 是三三名 那百葉沒有三三名 這個又是他們分租以後 才因為環境的關係而得到的這個改變 那台灣因為剛好是沿著這樣這樣子過來 管西管東其實還相當多的阿華三三名 那台灣大概就有替檢 不過這個 這裡就是說 泰國泰差不多40% 然後呢 這個沙西米不是漢人的病 台灣有差不多8到9%的care rate 不過算阿華的話大概6到7% 那在1960年的設備 那說台灣的這個原住民是差不多4% 那比那比較少 那比這個 這個就是漢人 這個白浪就是客截 要怎麼說 我告訴你 這個3%左右要多一點 那這個在牡丹社的事件就發揮了很大的影響 那日本來到這邊就內文死一大堆 那Achelogenes Sponeli大家知道 這個在Europeans大概8到10% 那台灣漢是有5% 那這個沙盛漢普通的沙盛漢只有1%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剛才講的 Homosa漢或者是Taiwanese漢的特徵 那這個在台灣的荷蘭年的後代 大概可以這麼分 就在山地的是他們的男性荷蘭年的後代 那在平地的像在台南 是女性荷蘭的後代 因為女性在那邊被抓 然後男性就逃到山上 所以山上是德荷蘭的後代 那這一位是我一位朋友 他是屏東來義鄉的人 那有一次我看到他戴這個帽子 我問這是銀豹皮啊 他說不是不是 你看我這三根 這是紅毛代表著紅毛祖先 這樣子 所以這個台灣的這個3D跟那個 其實也不太一樣 那你們現在去看那個阿里山的舟子 阿里山的舟子 其實這種高鼻子的非常多 不只Taiwan化而已 那HTOV 這個我們都 其實我對這些有信息是從HTOV開始 那HTOV這個原來他們認為說 是不是這個 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的黑人帶來的 因為加勒比海那邊 在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 那後來發現他們是一個 Primary type 是從這個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發現說 在日本海的島上也有 那現在認為說 HTOA是一個神溫人 就是日本最早的人類 這個從西伯利亞來的 然後後來被彌生人 彌生人是從漢國來的 把他趕到這個 這個邊疆的地方 那所以呢 現在HTOV1都在這裡發生 這個是延伸的 不是日本來的 也不是西班牙人 因為鄭成功的媽媽在這裡 在貧富在這裡 所以我那時候就 怎麼講 要搞歇頭 就是這個是鄭成功密碼 不過其實呢 1630年代 在這個台灣台江內海裡面 其實有很多日本人機械在那裡 河南的第三任總督 是被台灣的日本人 把他趕嫁到江戶 要獻給德頓家康 那因為我在想說 他們家族有沒有關係 不過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 HTOV1的carry rate 在台灣差不多1% 可是在中國跟Korea都沒有 特別是Korea 他也曾經是日本的一個統治底下 不過他們 事實上是比較少這個 這個 intermediate 這樣子 跟台灣不太一樣 那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這個 東亞的移民 他其實沒有這樣 更像台灣這樣 就是我一開始想的 這個Homosa Hens 能不能叫做Homosa 還是整個東南亞都有 因為東南亞都有移民嘛 可是後來發現 兩邊的起始不同 就有這樣的不一樣 那這裡1949年 昨天有一個 前年有一個座談會是 就是這一個 楊汝斌找那個孫大川 跟這個 跟這個陳萬民去對談 現在就是說1949年這個 對政治上也許是一個 這個非常negative的一個東西 不過就台灣的血顏形成上面 是一個很特色的 就是因為1949年來了以後 本來在這個1895年 那時候只有廣東跟福建 1949年來了以後 我用大江大海這個字 就是說這個就有 這個我們講的 貴賈米紗 北京烤鴨 山東饅頭 四川牛肉麵這樣 就是說非廣東非福建的 就進來了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對台灣的一個血緣 除了Ostranetian DNA以外 其實是一個 就所謂這個大江大海的一個血緣 那他是認為說這個在文化的形成上面 是一個不錯的 那第三波就是1995年到差不多以後 十年的東亥亞新娘 那所以呢 這個用regist biomarker 大概這一個 就是我剛剛 我剛剛沒有提的 U-綿感腥 不過因為這個比較麻煩 要去做胃劑 還要去做DNA證明型 這個U-綿感腥就是Ostranetian 然後這個MPC跟他們的DNA 這個Sasthenia Akylosin Sponelitis HTLV-1 還有這個 這個阿拉波人 我們就只好看他們的這個起始 那這個大概差不多可以畫成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現在最紅的那個 吳亦龍的爸爸 吳乃德 他們兩個是兄弟 其實我秀這一張只是要秀說 這個Phenotype expression可以非常的不同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Summary 就台灣是一個多血原 還有這個多元文化 然後這個 這個用這些regist marker 然後這個Homosan Hens 或者是Taiwanese Hens 起始Hcory 跟Geneticory 跟這個有三種Culture的Mix-up 就是Hens這個白夜 跟Ostranetian 跟南蛙漢人 北蛙漢人可以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以地理環境來講 為什麼會這樣特色 有一次我遇到一個 南島移植原住民 他說我去參加這個南島移植會議 結果發現只有台灣人是講中文 其他都講英文 其實這個是這樣的地緣關係 就是一個漢字文化圈 我剛剛講的 然後一個蕭式的一個白夜文化圈 然後一個這個南島文化圈的一個交絕 那這個是楊翠 這個是他在當這個次總會的之前 的主委之前寫了一本詩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對不起 這個我太早秀過來 他叫掃式說話 他的掃式包括台原證明跟女性文學 然後他在這邊有一段 讓自己反省的話 因為他的爸爸是新化人 就是新化的這個希臘雅 他說作為一個漢族民系希臘雅者 台灣人高入混血 又漢他嫁給客家人 那我只能說我的研究與教學 都必須要回到自己 跟台灣的聲勢 可是他認為自己過去很荒謬 也是台灣社會 漢族中心的荒謬 跟父親社會的荒謬 那為什麼我們的這個認知認同 也都捨棄母系的一方 要做朝向父系的 這個是他的這個環形 也是台灣大概這幾年 對沿岸關係的一個環形 那台灣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一個 這個漢文化 那這個是這個南島文化 那最近又有這個 這個新台灣資金 那我當次得獎的時候 我就講說 其實這個台灣 這個幾乎都已經留著原諒的血 包括1895年來的 包括1949年來的 那還有2000年來的這一些 所以其實我要寫這些 就是我們都很混 不是我們不一樣 那我現在就是非常希望說 這個能夠有一個台灣港英節 那看看 看看這一次的國會顯得怎麼樣 那現在呢 我剛剛講的那三個台灣文化 的一個 一個special的一個component 那其實現在已經慢慢變成一個台灣文化 第一波是流向日本 譬如說這些都是最近到日本的一個 一個台灣文化的一個代表 那包括我這本書的一個翻譯 那這個 什麼none 我和大家在邱鎔 那這個 我是說 說那什麼 這是我吃飯 那個島嶼DNA 那那個 Talarn Biobank 那這個 這個沈瑞將就來 很高興 有一天他很高興來找我 說我們 做得出來 這個可以印證你的 那裡面的不同 那後來 他們終於發表了這一篇 那發表這一篇 因為他們的那個 這個Figure的解釋 還有這個都很複雜 比如說這個 我說這個T是台灣 這個S是Sousenhan 這個North是Northenhan 這個好像是Korea 這個好像是Japan 反正這個太複雜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寫在這裡 Anyway 它這裡 我們這個紅點在這裡 所以這些大概在這裡 所以可以看得出這個台灣人的DNA 你把它去做分析的話 是有一些跟別人不特思的地方 然後這裡 像這裡 這個是台灣的外省人的意思 這個是台灣的台灣人的意思 然後又有很多這個 Anyway 它是強調在這一個直訊 我剛剛那邊有前文的title 大家有信息去看一看 我最興趣的是這一個 它說這個是北方漢人的 對不起 這是南方漢人的 這是北方漢人的 它說南方漢人的這個DNA 要保持於幾條幾條 就是Hoprotype的意思 那北方漢人就很細耍 因為我們剛剛看 這個其實它 這個是Sumpling的問題 它講的台灣漢人 南方漢人其實很多是台灣漢人 所以我不曉得這裡 它雖然解釋裡面用Sousenhan 這個台灣漢人是我把它加進去的 這個完全是Sumpling的問題 那Sumpling我們也沒有真正 去瞭解它裡面的component 所以這個是我的 它那時候告訴我的 也是我在這邊這裡解釋的 所以你假如把用MHC去分析的話 這個紅的就是剛剛那個什麼 就是我講的A330 就是剛剛那個百頁的那個MPCG 所以其實它這樣就是證明說 台灣漢人有很多百頁的component在 它其實就是證明這樣而已 那我期待的 這個抗案裡面有沒有什麼原住民基因 其實不過後來發現 因為台灣BioBank在蒐集的時候 那時候原住民已經不太爆發在裡面 這個是一個我剛剛也是在跟陳書專講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蒐集的時候 原住民跟漢人之間還沒有得到互信 特別又剛剛發生 這個林瑪麗去格馬蘭那邊 抽血的一個衝突 所以假如現在來做說不定可以好一點 現在大家這個互信要多得多 所以它這邊只證明說 只證明了我講的 南灣漢人的百頁的component 沒有證明我的南灣漢人裡面 台灣漢人裡面的一個Ostranetian的component 這個我覺得將來可以再繼續一起做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陳教授 很豐富很精采的演講 內容太豐富 有一些時代的很快過去 不過好處是我們有錄影 所以各位等錄影在YouTube出來的時候 對某一頁可以定格 可以慢慢的看裡面的資料 當然我們從陳教授講的 其實HLA很重要 很多台灣包括Steven Johnson新種的HLA型 或者是我們發現的 吃抗甲狀腺藥物的 會過敏的那樣性 其實都是亞洲特有白人沒有的 所以醫療上其實族群的不同 是有很重要的影響 當然涉及到文化 這又是更廣泛的影響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 comment 或者是問題 我告訴大家我一開始對HLA有興趣 就是因為我有Grab disease 大家都看不出來 我當初本來因為有Grab disease 所以去做了很多 關於Cyroid的Otomantibody 後來就覺得說這跟Linocytus有做的 Linocytus那時候剛好在興起 所以我就跑到Hmatoly來 這過程是這樣的 西班牙 西班牙 因為西班牙 這個我們過去在講這個台灣的歷史 真的都忽略西班牙 那最近這個文化部有一億的預算 給我一個住在基隆的朋友 叫做曹明忠 那他最近已經開始有一些新發表 然後也因為那個電影Science 知道說我們那裡可以 後來挖持那個遺骸 有骨頭 有四個骨頭在 所以西班牙那邊大概會越來越 就是河南 因為我們現在第一個要先了解歷史 那個歷史會慢慢越來越清除 那還有一個就是因為1641年以後 那邊還是又被荷蘭園占據了 像紅毛城 紅毛城真的是荷蘭園蓋的 不是西班牙人蓋的 所以那個地方要分其實有一點不好分 還有沒有其他的評論或問題 謝謝你精彩的演講 我只想好奇說那個就是當我們用HLA的 有沒有 frequency 來比較它的起源 我覺得應該有更多的MD去參加台湾BioBank 這是我的感想 所以我不要再看 對 我覺得這個台灣BioBank 其實到現在整個 我不曉得怎麼講 就是比如說他們的這個蒐集 比如說我剛剛講就缺乏原住民 這個要往北一點 然後有關這個疾病方面的那個 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從來沒有真正引誤到台灣BioBank 我只知道他們的這個經營的過程 很艱辛 關於HLA 我的想法是 十萬年以來 它是有不少的 selection pressure 就是 out of Africa 的過程 但是如果說從幾千年到幾百年之間 或許 selection 的時間就太短 所以說不定幾千年前一個分布之後 後面主要是遷徙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 月族或各個的分布 可能到後來是遷徙為主 當然你說到現在其實 NPC 還是一個 可以 selection 的一個情形 但是因為時間太短 最後看到可能就是這些歷史 那那個 selection其實是local 就是你到這個地方來之後 比如說它的假設是某一種 比如說我們今天 我是隨便亂講的假設 就是假設說 比如說台灣東南沿海 假設有某一種特別這邊的疾病 所以你到這邊來 假設那個HLA它是被 它是可以抵抗這個疾病化 所以它會被這個local的這個 比較local的這樣培訊 可是它其實應該是會後面 那不是說可能drift到這個感知之後 然後local的設計的破潮 會讓它們大家好像在這個區域的 這個HLA這個流程度 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那個可能要考慮 當然它另外可能性還是 就是我並沒有說那個不是那麼可能 所以說它只是兩種都有可能 會改變到這個 對 還有一個是sumpline 因為我不曉得那個台灣Biobank的sumpline 它拿出來這邊的1萬個 這sumpline大概是怎麼樣 非常精彩的演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必須在這裡告一個段落